好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802.11的标准 看一下 这是 8.11 11B G A N AC AC1代 AC2代 然后呢 AX AC4 WiFi5 WiFi64AX WiFi7是BE 最新WiFi7出了 现在各位 思科好像现在还没有出WiFi7的AP吧 我看了一下 但是家用的没有 底下都可以买 都可以买WiFi7的AP 这是它的这个标准 它的速率 这是物理层的 然后还有Mark层的 比如说 QS的技术 DFS 刚刚说嘛 就是 探测是雷达 然后雷达避开 TPC的动态的调整功率 信号功率 然后8.11i就是安全技术 主要是当年的WPA2 这个 WPA3 是在WPA2的技术上进行的改进 主要引入了几个东西 比如说 SAE 对他的预共讲的样 还有这个管理层保护 这也相应的标准 还有8.11r的无线漫游 8.11s的 Mesh 现在我家里边都用这个Mesh网络 家用还是比较不错 Mesh网络 好看一下啊 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标准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记得我刚工作是01年的时候 刚刚开始工作 然后就第一次接触到无线 就是 时刻当年的一个 时刻当年01年的时候 就在推广他的这个WiFi 当年我记得我接触的就是8.11b 2.4g 我当年觉得无线传输真的很 很奇妙 因为01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我连交换机都没有什么太多接触 接触到无线 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神奇 最新的WiFi7是 今年 2020年才出来了 现在 你买 WiFi7的AP是在京东的淘宝都是可以买到的 好吧 好 顺便看一下 刚才说了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几个几个要了解 802.11n之后 出现了很多 新技术 11n 我介绍 从11n开始 引入了很多 黑科技 以前就没有什么黑科技 就是完全是传统的 传统的 无线的那种技术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黑科技 从802.11n开始 引入了很多黑科技 用会接到802.12n 好吧 好 这 n是一个开始 然后呢 这个 802.11ac 很神奇 他只有5G 他有一代和二代 ac OK 我今天我有两个AP 一个 做实验 一个 AP1 一个 AP2 AP1 那是支持这个ax的 WiFi WiFi6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 18系列的 应该是ac OK ac 对吧 11ac 是5G核子 只是5G核子 OK 好 然后呢到了6和6 6亿之后呢 又 又把2.4G拿进来了 6亿 对 不是6 是6亿 6亿开始支持 6G核子 但是中国不行啊 中国确实不行 6亿开始 支持6G核子 6 没有6G核子 6亿才有6G核子 OK 他支持2.4G 5G和6G OK WiFi5是很神奇的 WiFi5只有 ac只有5G N呢是引入很多黑科技 他也是2.4G和5G 老的 就看看吧 B是2.4G的 A是5G的 G是2.4G的 OK 简单的 你看看以前的就得 好吧 WiFi7依然是2.4G 5G和6G WiFi7更神奇 啊 我觉得WiFi7真的值得升级 首先WiFi7呢 我简单给解释一下 WiFi7我觉得值得升级的几个点啊 第1个点 但是中国我用不了 就是6G核子的第1个 WiFi7还有一个特神超神奇的点 就是WiFi7 它能同时连2.4G 5G和6G 8211可以叫做A7 821不 你看 有物理层 也是8211的 MAC层 你叫数据电竹层 也是8211的 这是物理层的 AC啊 N啊 都算是物理层的东西 好吧 不能说数据不能说数据电竹层 当然了 区分这个没有多大个意思 你区分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用 好吧 8211就是跟无线相关的一些标准 好吧 非要强行区分物理层 当然你看这 物理层和数据电竹层 好吧 但是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吧 我觉得 好吧 我说一下WiFi7啊 后面会讲 WiFi7最神的地方在于 WiFi7可以同时 你的网卡可以同时连2.4G 5G和6G 好吧 以前不行的 以前这个所谓2.4G 5G和6G就是要么你连2.4G 你要么连5G 你要么连6G 你可以 你觉得 你觉得5G不好 你连2.4G 可以 可以切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以同时连 WiFi7是可以同时连的 而且还可以负载永恒的 还同时连 还可以 这老牛逼 WiFi7可以同时连 不过这个 这个是 可以2.4 可以5 可以6 好吧 6 当然很牛逼 好吧 但是7是同时可以连 这个很神奇的 8021 BE64 AX 54 AC 好吧 OK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好看 N是 引入了 N以前没有什么黑科技 我觉得N以前我上课 因为我从 老师来讲课讲过来的 N以前没有什么 N以前连 信道绑定都 没有这个说法 就不讲这些东西 没有 没有什么信道绑定 N我记得 N之前 我基本上只讲这个 1641 就只讲这几个信道 不从你来就可以了 基本上以前就只讲这些东西 什么 什么绑定啊 什么 什么那个 这个 多这个 多空间流啊 都没那事 以前都没有那个说法 好吧 从N开始 才有这些 奇奇怪怪的黑科技 看一下 简单的 从N开始 他有一个短的间隔针 就是以前的间隔 是比较大的 是800 那秒 那么 N之后呢 他把间隔针 减少了 这样的话他会更多的时间来传承数据的效率会更高 更高一些 这个一个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真聚合 以前呢 是一个 一个一个数据 就得一个真 你比如说你你可能会同时发很多数据 你一个电脑可能会发很多数据 对吧 但是你一个数据 必须一个真 但是现在呢你可以把很多个数据放到一个真里面去 叫真聚合 而且 他 无限是有确认的 不像以太网 以太网没有确认这个功能 以太网就说发了就发了 以太网就是 爱丢不留呗 丢了就拉倒呗 以太网的特点就丢了就丢了拉倒呗 谁管你们呢 对吧 其实以太网有人管 TCP管 好吧 但是从以太网角度上来讲 丢了拉倒 爱丢不留 以太网这个特点啊 无限不行 无限是有确认的 以前 你每一个数据就一个真 每一个真 你给CK 现在你可以把很多数 很多个数据放的一个真做个真聚合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一个 确认很多真 这都是 821的一个引入的黑科技 802.11开始可以支持绑定了 可以把 可以绑到40兆核子了 以前是没有办法网定的 802.11开始支持MEMO了 就是多个天线能够同时用了 这个 802.11n真的变化很多 首先这是MEMO 多个天线 是真的 有意义的 802.11n之前 多个天线 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 也不是说没有意义 反正 802.11n之前 你可以有多少天线 但是 只能用一个 那这为什么有两根天线呢 只是你挑下了一个天线好用 好吧 但是802.11n之后 就是每个天线 他都可以同时收发数据了 他支持MEMO了 好吧 支持 事实上绑定了 更短的针见格了 然后呢 可以支持针聚合了 就是很多针 在一个针里面传输 然后呢 一个 全部都确认 OK 这是N开始支持的一些 黑科技 以前没有这些东西 好吧 就是编码率也更高了 针见格更短了 然后呢 这个绑定从20兆绑到10兆了 然后更多的空间流了 所以说 802.11n之后能够 他能够达到最多 当然呢 这个广告啊 广告 能达到600兆赫兹 什么赫兹 600兆 600兆 好吧OK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首先呢这个600兆呢其实比较假 好我说怎么一定要就多个空间流 然后一定要绑定才会有600兆 从这个角度上呢 他比较假 他还有一个呢 他也比较假 那比如说 最简单的 我们的一记的 我简单给你画一下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记的这个 一记的有有线网络和一记的无线网络的差距也是非常非常大 我简单的 介绍一下 哎呀我怎么 我玩去了 这玩意儿破不了幅吗 这玩意儿破不了幅吗 我用这个话吧 就说 如果说是这个无线 说600兆 600兆是这样的 他又类似于极限器一样的 就说比如说你有6个客户 你有6个客户 他们共享 他们共享这600兆 啊就是 其实就其实就跟 极限器类似 好吧 跟极限器类似 但如果说是交换机 交换机这个网口是一个G 你可以是他是他是全双功 他这个口进来是一个G 他出去还是一个G 所以说交换机的一个一个就是全双功 你可以理解他如果拉满的话的进来一个G出去一个G 一个口子 好吧 但是无限这个600兆 或者 无限的一个G 是你10个人 你分一个 你10个人分 一个G 你来了20个人是20个人分这个一个G 而且呢 他的空间效率比较低 他有更多的冲突 而且他的针又要确认 那效率本来也比较低 而且又大家一起分 明显就这个极限器的效果 有限不是 有限真的就说 你 你是一个一极口 我也是一个一极口 我们双向我给你发一个G的数据 你还能够再跟我发一个G的数据 那是完全不是一个感觉的 OK 所以说从有限和无限的比较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空间流啊 这个绑定的比较 他这个 带宽 还是非常假的 差距是非常大的 跟有限的差距 非常大的 好吧 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 啊 AC干输 AC的比较奇葩的地方 他不只是2.4G 他就是一个 纯5G的 他只是1代和2代 那么 本次呢 我们用的就是一个 80 我的AP2 这是课程啊 这是1832 这是AC2代的这些AP 18系列的28系列38系列就是AC系列的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6亿啊 这个6亿刚才我说过就是6亿就支持6G赫资 中国当然用不了啊 是6亿不是6 6还不行 6还是2.4G和5G 6亿之后 才支持这个6G赫资 OK 6G赫资你看啊 最多 可以支持7个不重叠的160 兆赫资的这么一个信道的绑定 当然你看这个图说的很清楚 美国是可以的 美国是真的有7个 但你看欧盟其实欧洲其实也只有三个 中国 可能 可能有这三个 对中国是有可能 这这三个还没确定 也许会给到 WiFi6亿和7 有可能 OK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欧盟现在是下面的三个可以用的 美国是7个是可以用的 OK 好了解一下这个 好 这是 这是6亿6G赫资 然后呢这个 OFDMA 也是WiFi6引入的 好说一下这个东西 你看 我们的这个WiFi5 是没有点10G的 WiFi6 又把2.4G拿回来了 他拿回来2.4G之后呢 就增加了一个这个叫做 OFDMA的技术 什么意思啊 首先 他这个技术 2.4G不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些 物量网设备 基本上都是2.4G的 2.4G呢 他公寓 他的覆盖范围比较 广 他的公寓要求呢 也比较小 而且物联网呢 他的设备他比较多 所以2.4G呢 他设备比较多 如果说你还用那个什么1611 这个三个不重连信道 他不行 对呀 就是他的他的 首先 他的物联网 他的 功率比较低 他的他的用电消耗 他会比较节约一些 那5G 5G和6G的频率高 用电消耗高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一般的物联网都选2.4G 他的功率 他的能量消耗比较少一些 而且呢 物联网有时候会放在 在你们家里边很偏僻的地方 有可能有些东西放在比较偏的地方 所以呢 他也需要 2.4G 他的覆盖范围也会更广一些 OK 物联网的设备那就会特别的多 我家里边 三四十个物联网设备我估计 物联网设备呢 也会比较多 所以说呢 你就这么几个信道 他有时候他也不太够用 所以说 WiFi6回来之后 WiFi6把2.4G拿回来 首先是没辙 他必须得2.4G 因为物联网他必须得支持 为了解决物联网的问题 他更进一步 你不是20兆赫兹吗 你一个信道 不 现在我们把20兆赫兹 再去切 切成2兆赫兹的更小频段 所以啊 如果说我支持WiFi6的话 他能把这个信道 切成更小的频段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物联网就可以用这么一个更小的频段 就以前20兆赫兹 物联网说 我要不了这么宽 物联网说我没啥数据 我的数据 很小很小 很少很少 我需要一点点带宽就可以了 20兆对我而言呢 没了个必要 所以说 他那个WiFi6把2.4G拿回来 他 又给你整了一个叫 OFDMA 他的特点就是把2.4G的频宽 再给你切小 你切到 两兆赫兹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切成更多更多的细小的 这个信道 然后呢给每一个物联网设备 分派一个更小的信道 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物联网 高密度的物联网就很正常 你家里边很多很多物联网设备 这样的话 就可以高密度的 把这些更多的物联网设备 都给接进来 他用2.4G 他的能量消耗也少 他的覆盖范围也 广 OK 虽然说他的带宽 只有两兆 或者这频宽这么窄 但是 对于物联网的这些设备而言 足够带宽了 因为他们 发的信息非常非常少 所以说他没有必要那么宽 两兆赫兹就足够了 这叫 OFDMA 好吧 OK 以前 一个 20兆赫兹只能为一个 物联网设备 或者一个用户提供服务 但是现在我一个 20 兆赫兹的频宽 可以为 切成多个 两兆赫兹的 小频宽 可以为更多的 高密度的物联网设备 同时提供服务 这就是WiFi6 把2.4G引入 之后 搞的一个新东西 好吧 这也是啊 你看 AX 这就是 WiFi4 WiFi5 这是WiFi6 AX 他这是 OFDMA 更多的无联网设备 可以接住了 好吧 我再看啊 MEMO MEMO这个设备 MEMO就是 多进 多出 我说呢 MEMO这个技术 是由802.11n开始支持 在802.11n之前 你有很多天线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呢 有了802.11n的 MEMO之后呢 天线多就有意义了 你的4根天线 你的客户也有10根天线 你们就可以在客户和AP之间支持4空间流 4根天线同时 多进 多出 极大的 提高了性能 但是呢 802.11n只支持 单用户 MEMO 也就是说呢 这4个空间流 只能跟一个设备来建 4空间流 但是从802.11ac之后 支持多用户 MEMO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跟多个用户 比如4个天线跟他两个空间流 这个一个空间流 这一个空间流 就是我有8个天线 我可以更多 OK 我可以支持多用户的同时的多进多出的MEMO 从802.11ac开始就支持 多用户MEMO N是单用户MEMO OK 以前 确实 4个天线可以用 但是 只能同时跟一个客户连 现在的4个天线 同时能够收发 他能够同时能够和多个客户进行 通讯 AC 多用户MEMO 以前 就这样的 只有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空间流 同时为一个客户提供 但是呢 有多用户MEMO之后呢 那么我可以同时跟多个客户进行 这个 多进多出的 每个同学 OK AC就支持了 这不算什么新技术 好 再看一下 MEMO的命名 你会发现 你看 比如说你在 思科网站去看一个AP 那么他经常会有一个4乘4 2乘2 这个多上行和多下行 多用户MEMO 支持4空间流 这个4乘4就是 4个传输天线 M 这个4 是M 是表示 有多少个传输天线 这个后面的4呢 是N 表示有多少个接收天线 这个4乘4就是能够支持4个 进 4个出 4空间流 有些人会 怎么说呢 有些学员会认为他是16 不是16 不是16 不能承 不是这个意思 OK 4乘4就是4进4出 多用户MEMO 4空间流 就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16 16就写16 对不对 可以来个4乘4呢 4进4出 2进2出 这是2.4G的 OK 好 你要了解这个 M乘恩 4乘4 2乘2杂义 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多用户MEMO 说过了 OFDMA 刚才有说过了 好吧 下面这几个词 我都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这些 有时候看一些这一批的这些指标 那么 每个在意味着什么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呢叫波速成型 波速成型 其实我说过这个问题 就说呢 比如说两个天线 你一个接收者 我从两条路过去 有可能由于一条路 它比较远一些 一条路比较近一些 然后呢 相位就出现了差距 然后两个相位叠在一起 就没有了 就有可能就没有了 那么 我们那个波速成型的效果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两个一个远一个近 但是呢 我能够 感 能够感知到 那么这个叠加的效果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会故意的去调整这个 这个 这个波形 让他们两个波能够叠在一起 能够把信号进一个增强 这个玩意叫波速成型 以前是没有的 两条路正好点倍 正好那个天线在那 正好两个 波形反着它 一重叠就没了 那么现在呢 如果说正好是那样 我会调整一下 让两个波形能够重叠在一起 能够提高信号的强度 这叫波速成型 就这东西啊 就这东西 就这个英文 波速成型 可以讲 再看一下 他的英文叫 T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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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T呢 我们的手机呀 我们的平板呢 甚至一些 那些什么 低电量的笔本 要节约电力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TWT的介绍 就说呢 我们去协商 核实设备应该进入活动状态 以发送和接收数据 就说呢 我会通过Beacon Beacon就说 为什么能够看到 看到这些 蓝牙 能够看到这些无线网络 就是因为你的AP 不断的在发送 这些Beacon的信标帧 就不断的在发这个信标 然后呢 你就能收到这个信标 你就能看到 现在你们这个附近有些什么样的网络 OK 然后呢 然后呢 有TWT的时候 那么 你的这些AP 你可以真听这个信标帧 然后呢 这个信标帧呢 就会告诉你 这哥们该醒了 好吧 有你的数据 你现在应该进入活动状态 你应该收发一下的数据 OK 然后其他呢发现 他也真听这个信标 但发现信标呢 说没事 你继续歇着 再歇会 你再睡会 好吧 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用一直这么紧张 有数据的时候呢 我会把你 叫醒 我会 吹嗝 我会把你叫醒 那就表示你哥们你有东西你你先醒醒 你现在收发一下 收发完了之后呢你再你再睡会 好吧 就这样的话 就是他周期性的发信标 然后呢告诉你有没有你的东西 有东西的话你会醒来 然后呢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 然后发送数据 发送完了之后呢 又继续睡 继继续歇 这样的话 你就比较节约你的能量 节约你的电池寿命 TWT 就这个作用 好吧 好再看 这个 BS 着色很重要啊 有 BS 着色 这个 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在高密度环境 比如说这是5G的 这是5G环境 好吧 你看啊 5G环境的高密度环境 就很多很多AP 每一个AP 比如这个AP是346号行道 这个AP149号行道 这个AP100号行道 这一个AP52号行道 但是高密度环境 就有很多很多这种AP 在一个场景下面 这也就存在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 你看虽然说这个346和这个346是完全不重叠的 但是呢由于他们的距离其实并不远 那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这个AP36 那么 发的信号 那么 在这个346的信道方位里的客户也能收到 这是可能的 因为这是高密度环境的很多 很多很多客户在一起 很多很多AP在一起 OK 虽然说你感觉这个范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呢这个距离呢 依然是可以彼此收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WiFi6就出的这么一个技术 叫做BSS着色 BS着色 什么意思啊 就说在我发针的时候 我在我的头部里面 加了一个新的一个6位的 BSS颜色的字段 就说呢 我不仅要告诉你 你现在是36号信道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 我发出来的这个针 它的颜色 是比如说 1号 比如说 是红色的 他有一个ID 表示 是一种颜色 OK 那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客户 或者一个AP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 虽然说 他在36号信道里面 收到了 有其他数据包在 发送 但是呢 他看 你的颜色 跟我的颜色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就可以 把你的这个 信息给忽略了 按理说啊 就说 我在准备发数据的时候 我发现 另外一个机器 也在发 他也是36号信道 我也是36号信道 那他正在发 那我就按理说 我就不能发 对吧 就是那那那他得发 我再发 这不就冲突了吗 按理说就说 我们都是36号信道 但我发现 我想发数据了 发现 另外一个哥们也在发 他在36号信道里面发 按理说他在发 我就老实点吧 我就别动了 我发不就冲突了吗 但是现在 我只要发现 我只要发现 虽然他在发 但是呢 我看了他的cover 颜色跟我不一样 那么我就不管 我就认为 跟我没关系 没事 没事 他是另外一个颜色 他是另外一个区域的 不管他 忽略掉的事 那么我依然认为 我们这没事 我们这是这个是正 没有 没有任何数据的 我就能够能够发 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空间 这就能够实现一个空 空间的复用 特别在高密度 环境下面 就能够起到 更好的这么一个利用率 叫BSS 着色 就是现在发出来 不仅有信道 而且还有颜色 这个时候 我发的时候发现 虽然说 你也三四就要信道 你也在站带宽 但是我发现 颜色跟我不一样 颜色跟我不一样 我就当没看见 我就觉得没事 我都能继续发 在高密度环境 只有起到这个作用 好吧 OK 然后呢 下面就进入到一些 WiFi 7的部分 WiFi 7 看一下WiFi 7 WiFi 7 我说过 第一个神奇的地方 WiFi 7还真的值得买 我最近就在想入手一个 WiFi 7的AP 好啊 比较贵 WiFi 7 第一个 确实感觉很牛皮的 功能 就是 MLO 它的特点呢就是 它能够同时的 你看啊 允许设备跨 频段的不同信道组合在一起 通通过多个链路同时传输和接收数据 允许高效的在链路之间进行流量的负载均衡 从以满足用户需求从而提高 吞吐量 延时和可靠性 2.4G 5G 6G 一起 三频段 同时链接 这个这个 反正听起来挺牛逼的 好吧 还在负载用 这第1个 WiFi 7的一个 第1个 重要优势 但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6G网络 好吧 但是中国现在用不了 第2个 第2个就是 这个块确认 刚才说了就是可以把很多针放到一个针里面传 然后也给通过一个 确认的针 然后能够做更多的确认 现在能够 一口气 一个针 确认512的数据 啊 它的块确认 512的 确认 好 这刚才说过啊 这也是一个WiFi 7一个比较深的东西 叫做这个 TUA吧 叫TUA 刚才说过就是 如果说以前 我们 在一起发送数据 那么 如果我发的时候他也发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冲突 冲突的时候呢 反正 AP不管这事 冲突你们自己想得 冲突了 发现不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随机产生一个 时间 然后呢做一个 退币 这个以太网其实没有区别 然后等到这个时间超过之后呢 你再来 OK 然后再来再来试 那也许那个事就好了 但现在WiFi 7之后呢 他可以统一的调度 客户 上下型数据 就是我来调度你先发你先发 他有更好的调度的权限 这样的话其实也更好的 能够去做QS 更好的能够保障一些特殊的流量的一些 原始 现在 谁来发 谁不发 现在是由 AC WiFi 7的AP来调度的 以前并不是由AP调度的 以前是你们自己决定的 现在AC来调度 这样的话 能够更好的降低 特别是一些 敏感 对原始比较敏感的应用 可以故意的调高他的优先级 OK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更好的调制率 就是他是4KQM 这个WiFi 6是1024 现在他是4K的 所以他的这个 他的肯定是 当然了肯定他的他的 CPU会要更好一些的能量消耗也会更大一些 他的算力必须更强 好吧 因为他的这个调制的算法会更加 强大一些 OK好那么我们再休息休息十分钟吧 再歇会吧 然后一会我们就开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9800 今天能够把9800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再休息十分钟吧我们二十五开始 好吧二十五 歇会啊 我们今天10点钟结束啊 我们下来的一种按钿 我们下来知道 我们下来的按钿 我们下来的按钿 我们下来按钿